這邊要介紹的是心銅電池 在介紹之前我們先複習一下 我們之前學的氧化還原反應 這邊是講的是廣義的氧化還原 當我們把一個芯片放到藍色的硫酸銅裡面的時候 它就會發生反應 因為芯的活性比銅來的大 那芯片裡面的電子就會跑出來 讓水溶液裡面的硫酸銅去接收 就會產生紅色的銅的沉澱 就會變成金屬的狀態跑出來 那芯離子就會融到水溶液裡面 最後的結果就是水溶液裡面的藍色變得比較淡 然後芯片就會有一部分融解到水中變成芯離子 那這樣子的化學反應的反應式 我來看一下銅離子加芯 然後芯的電子轉移給銅 造成銅的沉澱 然後芯變成芯離子 那這樣子是不是就牽涉到一個電子的轉移電子的交換 只是這個電子的交換發生在水溶液就是芯片跟水溶液接觸的地方 我們並沒有辦法把這個電的流動拿出來用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電子的交換經過一個外電路 也就是它不要用水溶液直接接觸的方式 而把它用一條導線把它牽出來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去利用這個電子交換的時候釋放出來的能量 所以我們一樣準備一杯硫酸銅 然後準備一個芯片 只是這支的芯片我們就不要放到硫酸銅裡面了 我們用一條外電路接一個燈泡 然後導線就接到這個硫酸銅的水溶液裡面 那希望芯片在把電子要給硫酸銅的時候經過這個電路 可是你知道這樣子還是不夠的 因為芯片這邊的心離子其實沒有地方可以跑 芯雖然要形成心離子 可是心離子沒有地方可以跑 這件事沒有辦法完成 所以我們要準備一杯水溶液給它 讓它的心離子有地方可以去 然後這個時候電子就可以經過外電路 到達這個右邊的這一杯硫酸銅 可是這個還是有個問題 就是這時候我們會發現 左邊這一杯的水溶液裡面 會多出來一些帶正電的心離子 右邊的這杯硫酸銅水溶液裡面 會少了一些帶正電的銅離子 那麼就會造成呢 左邊的水溶液正電就會增加 右邊的水溶液正電就會減少 那麼水溶液必須要維持電中心的狀態 所以這樣還是行不通 那於是我們還要再加上一個裝置 叫做岩橋 這個岩橋的作用呢 就是它把一個電解質 它裡面有例如說硝酸甲 裡面有帶正電的甲離子 和帶負電的硝酸跟離子 它把它用一個U型管 然後把它關進去 兩端呢塞了棉花 讓它不要很快的流出來 這時候呢 甲離子就會往這個右邊跑 因為它右邊的正電少了 它就可以去幫助讓右邊的正電不要少掉了 讓電荷才能平衡 酵酸跟離子就可以跑到左邊 那左邊是不是正電變多 酵酸跟離子就可以去平衡它的正電 那這樣子呢 就可以讓電流通了 這樣這邊就是一個真正可以運作的心酮電池 最後呢 我們可以把右邊的這個地方加一個銅片 讓它的反應面積更大一點 讓它可以反應更快速的進行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電池 就可以讓燈泡發光了 好 左邊是負極 因為負極是把電子交出去的那個電極 右邊接受電子的端就是 正極 這樣子的電池我們就叫做心酮電池 反應是 在這邊 正極發生的反應是 銅離子接收電子變成銅 負極發生的反應是 心丟出電子自己變成心離子 合起來看 就是跟剛剛的把芯片放到 油酸酮裡面 一樣的反應 這是總反應式 以上呢就是心酮電池的介紹 謝謝 謝謝